我們有幾個比賽的比賽 我們有幾個比賽的比賽 但是我們有幾個比賽 我們都會比賽 我們會比賽 我們都會比賽 我們自己的信仰組隊 每次碰到0 每次都會是一場很激烈的比賽 勝利對抗強度也都會非常的強 上次三個禮拜 對戰兩邊都得了很多的分數 所以我們可以預計 今天這場比賽一定不會是這樣 一定會有更多的時間解鎖 然後把雙方的進攻限制下來 我們到第二 進入到中堂休息的時候 也是一波球選查局 那時候還落了3分 這場比賽就是教練給我們所有球員的肯定 因為大家都一直保持 比賽過程中的韌性 不斷一波一波的去找回我們自己的風格 保持到最後 都控制好自己的解鎖 最後贏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我們的打法就是 你不知道誰會爆發 我們有很多球員 就是任何一場 可以突然就是偷拍 所以今天就是 今天是我 非常感謝上帝 當然不知道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打不好 我看我老婆說 你幫我禱告嗎 然後從那以後我就 突然就是第四節 然後就OK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不能控制 我們只能努力的去進入 那我的 現在就是很感謝 派伯丁今天 特別的去招待 跟 就是 給很多球迷 很好看的 包括我 好看的一些衣服 派伯丁也穿得非常帥 就是 說好你好 就是這次我想詢問說 就是關於這次 Planetian跟你的這個聯名系列的衣服 就是 在這麼多的一個單品當中 你有沒有最喜歡哪一項 哪一款的衣服 那你平常都會 去怎麼樣做搭配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是在於說 在之後 如果跟Planetian 還有繼續的合作的話 會想要再發展什麼樣的商品呢 或者是 什麼樣的idea 去做合作 謝謝 我最喜歡的就是 一雙鞋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賣 就是大家都沒看到 可是 這是 肯定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 我希望以後 帕拉丁跟國王 可以做一些 很酷的一些 聯名的一些產品 包括如果 帕拉丁跟 像比方說 Pily 還是別的球隊 其實我覺得 能夠有 帕拉丁這樣子一個 非常 就是名稱很好 在fashion industry 非常好 能夠把這些 籃球文化 跟fashion 混起來 我覺得 就是 對Pily 跟每一個球隊 我覺得會非常好 我剛剛在訪問 比賽後的訪問也說了 就是我七分 第三季七分半 我看Coach Ryan 我跟他說 能不能換我下來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不在幫助我的球隊 然後 他讓我休四五分鐘 類似四五分鐘 我一直 也是禱告 跟我自己說 我在想 我來國王可能想太多 因為 都要跟每一個球人配得很好 然後 像今天 其實今天我投開了 可是 我是希望 能夠幫隊友去找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會想很多 那我覺得第四節 就是 一直跟我自己說 你不要想 我就打 對 然後我覺得 有一個球 我覺得一個戰術是最關鍵的 就是 我們剩下 可能五分鐘四分鐘 我通常 叫戰術的時候 會一直用 我喜歡的 可是 Coach Ryan的 playbook 就是他的戰術 我從來沒有一個教練 有那麼多 不一樣的戰術 他的playbook 是非常非常 有創意的 非常好的 他叫了一個 一個戰術 然後我能跑去低腳 投一個空的三分球 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一個戰術 因為他們一直看掩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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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是一個 offball movement 我覺得 那時候 他們 兩人一直就是 一直 我們的力 一直越來越少 他叫了這個戰術 然後突然 能夠又回到八分 我覺得 我印象很深 我還要求他的妻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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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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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提到 就是他有跟 蘇豪的老婆講 要幫他祷告 他說他們就是 演繹預期整個部分 他們都會對自己非常嚴格 他們在看影片過程中 互相一起去做一些討論 Brian一直很相信 Jerry會 因為他的準備功夫 非常充足 一場比賽 他都是做好完全準備 所以這一場比賽 總會有一場比賽 會兌現所有他的信用 在一場比賽裡面 會把他原本該有的信用發揮出來 而且這場比賽 就Jerry打得 比較簡單一點 可以打個快贏 這也是Brian一直在跟他說的 所以我們可以 不要那麼 不要做太多的思考 想太多 然後可以做快速做決定 那今天很明顯就是 Jerry在各方面 決定有非常快速 所以就打出了 一場數 他是應該原有 就應該有的表現 衣服裡面 你有最喜歡哪一件嗎 有一個 Cardigan 我不知道 我發現 那個 開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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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個 開金山 對 對 有兩個 有兩個顏色 這個我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他們也有一個 有點像Ferr的一個 一個外套 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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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所以昨天 我們給隊友的時候 他們都在搶這件 然後很好笑 就是 脖子一直想要 然後他穿上 然後大家都說 太小了 太小了 不能穿 然後他們就偷了他的衣服 所以 在開始的遊戲 可能 氣氛太高了 我覺得 我們 比較好 開始 慢慢地 尤其是 解決 如何 教練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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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調整 我們 一開始 我們這場比賽的節奏很快 然後 我們也慢慢地 根據 萊恩教練的調度 來做我們陣容上的應對 但是 我們今天 比賽 更快 我們今天 適合 我們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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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今天的 防守調整得 比較快也比較好 第二節 尤其是在檔賽防守的策略上面 還有我們一對一的防守 都很有效地 能干擾到對方的出手 讓對手第二節 值得到15分鐘 讓我們可以帶著領先 進入到下半場 我們比賽的關鍵是在我們第三節的開局 對手的防守比較壓迫 上來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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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攻的空間就沒有那麼好,我們的調整也沒有那麼快 我認為這組的真正是要在每一天的角色的角色,要在每一天的角色 這是一件我每天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要在每一天的角色的角色 那第四節其實就是對方一個球員有三球,大號的三分球 然後很多球其實也都是我們遮到,已經有守住,但是還被他進球 那像這樣子的進球,其實我們也不會責怪我們球員 我們也是告訴球員說,其實我們雖然沒有走到這些球 但是我們還是持續的拚,拚到最後一秒 然後這也是我們之後每一場比賽要持續有的精神和態度 我們不在乎打出一場比賽,要打出一場比賽 我們要打出一場比賽,非常好的球員 和這麼好的球員,能打出20球員 我們要打出20球員,只要打40球員 我們要打出20球員,打理好球 我們要打習得更多的球員 我們要打採取更多的球員 或者打採取更多的球員 所以,打採取更多球員 打採取更多球員 但是我們要打採取了 其實我們今天手感沒有很好,但是作為一個比對方年輕的球隊 我們製造了對手20次失誤,但我們自己也有14次失誤 代表說我們有找到一些慢慢打球的方式 然後雖然我們最後出手數比對方多,但還是輸球 當然出球我們沒辦法感到太開心 這就是我們慢慢找出我們要怎麼去贏下比賽 通常對手曼尼高一場就可以得到5次超解 但是今天國王整場他們總共全隊只有5次超解 代表其實我們有慢慢學的怎麼去出力球 然後我們的空間還有我們傳球的時機怎麼做得更好 然後我們就繼續就是這樣子照這個正確的方式 繼續比接下來的戰士8場比賽 打了第一場國王的時候其實就是非常可惜 都是到第四節的尾身 然後才因為一些經驗不足然後去失去了勝利 那我今天是非常想要贏球的 然後拿出年輕人太多 想要帶你整個領航的一些精神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球隊都是偏年輕的 那今天這場球我可能自己學會比較聰明耶 就是我已經有犯規麻煩了 那要怎麼想辦法讓自己 留在場上然後幫助球隊 那我就應該放一些不必要的犯規 這就是他的環境 這就是他,他的環境 他會保持的環境 我確實他會有一個好好的球 因為他們的好球 因為他們的好球 有些更多球 他們每次玩的比賽 他們玩到他們的普通 他們玩的好球 那我們在昨天的運動 他對比賽他很不錯 那些球賽他在昨天的球賽 他今天做了 我確實是他在做的球賽 他今天做了 他現在的球賽 他今天做的球賽 他們做了 他當然會有個好球賽 他當然會有個好球賽 他可能會有個好球賽 我們把他放在一邊的底下 所以他想要他會對我們 他就像人生一樣,就是有高有低 一個好的球員本來就是一場比賽表現不好 他可能下一場就會回到他的平均值 然後去運動這些出手 上禮拜的時候其實我們的防守執行的都蠻好的 讓他沒有得到太多的分數 但是他上一場比賽沒有進了球 他這場比賽把他投進了 我們也相信好球的人會這樣子會調整 我們也相信今天的Tucker沒有進了練球 他之後比賽也就會把他進回來